你好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这就是频道Celebrity News Today 247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和肖战两人都是目前国内非常红火的 星 都是凭借电视剧陈情令一炮而红 成为一线 亮明星此后两人的各种资源一直都很不错 也 怪现在同类型电视剧的开拍越来越多 而且许 制作公司都十分重视同类型电视剧的发展前 不过到现在为止 已经过了两年多了 还没有意 明星能达到肖战和王一博二人的高度如金两 已分道扬镳 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而 最新曝光的消息 肖战和王一博二人代言的产 证实了他们日益强大的扛货能力 众所周知 肖 三月末时官宣成为李宁潮流产品全球代言人 消息 各种商品一度被断货 肖战同款更成为重 人争相购买的对象尽管没有正式的大字报 但 各个渠道可以看出 李宁与肖战的合作是非常 快的最近最新数据显示 李宁旗下的中国品牌 宁在过去一周内同比上涨419% 按历年来4月份的 据计算 涨幅为8倍 达到815% 可见这的确是强强联合 结果 有两个和王一博有关的品牌 一个是某国的外运动品牌 王一博解约后 4月安踏的销量 比下降了57.5% 而在王一博4月底开始代言安踏之后 踏的销量也增长了51.2% 短短几天就能达到这样的 一博代言的同款产品 单平台成人版同款产品 售出42万件 读者群 你有没有买到肖战和王一博 严李宁4月份销量大涨8倍 两个品牌意外跌落 一博扛货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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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